尋找我心中的一朵花 去找 堅島入香港的洞植物公園 先去聖母無原罪主教堂 天主教堂位於堅島16號 是19世紀後期建成的 戈德式聖堂及天主教 香港教區的主教座堂 政府跟英國作第一次鴉片戰爭 簽訂南京條約 香港島成為英方的殖民地 香港成為傳教士 前往中國之前的中途停留的地方 天主教會於1841年成立香港首宗的家牧區 香港中室代牧區於1946年 升格為教區 聖堂因而升格為主教座堂 香港南京家牧區,根本附好 公司已經到達了 因為教堂第一次鴉片 因為訓練時鴉片 香港大學有所設計時鴉片 南京大學後,我會去洞植物公園 中途停留的地方 以后麻烦订阅我 月份全城花全城外2021香港花卫展览 在洞植物公园我都来过一次 为什么这次又要来呢 因为疫情关系有些馆是关门的 我们只可以从外望下它 真是有点感觉望门轻叹 其实我这次来是找一种花 这种花我都没见过 我只是同一个图片去找它 顺便拍下其他花 风铃草其实也有很多花语 和一个故事 是讲希腊神画中出现的风铃草 被太阳神阿波罗热爱 妒忌的西风便将圆盘抛向风铃草的头 这个时候流出来的鲜血 产在地上便抢了风铃草的花朵 所以花月又叫做妒忌 这种植物公园 我当然不会这么傻 到处去找 我当然是问职员 职员说花贱了很多 你自己上山找一下 应该在上面 我便走上去 看到这个很特别 所以我又拍下来 巴西紫尾花的花语是爱的事 原产于墨西哥至巴西一带 又叫做马蝶花以美兰玉蝴蝶 每朵花都只有一天寿命 子贝祝狐花语 转身的奇迹 面芯绿色油肝窄 棕蜜浅色 热背血红色 形成鲜明的对比 碎状花醉 包片及滑壳是鲜红色 花粉是白色 在香港洞植物公园 种了很多不同的品种 例如桑 又吃得又看得 甘露花有很多别名 又叫 露丝甘露花鱼耳草 甘露花 种花还可以约用价值 叶可止痕 果实可自药集 花为兴奋制 你看一栋植物公园的地图 这么大 怎么找呢 我打算去办事处 问我心中的一朵花 看不看到 一串红 又叫做炮竹红 打算拍摄这个星星的时候 我无意中看到 我心中的一朵花 十字叶葡瓜树 又名十字架树 叉叶树三叉木 是炮打果熟的植物 果实的质地坚硬很难打破 防止种子被其他动物吃掉 但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果实这么坚硬 除了人和马 用马蹄踩破它 还有什么方法呢 植物的原产地 是北美洲 但植物时代之前的美洲 是没有马的 有些动植物学家说 是当地的地赖或铁齿杖 是帮手散播种子 但这个铁齿杖 又灭绝后 就是失去散播种子的媒介 所以这些树 只是散播在附近 无法去到很远的地方 而那十字炎葡瓜树 变成瓶树种 但当植物时代 就混入很多马匹了 继承了铁齿杖 散播种子的功能 得以延续下去 十字架树 它特别在那些花 是附生在那些树干上面 虽然我用了些时间 去到处找一个十字架花 但是我认识到一些 贫磷灭种的花 延续下去 我觉得是辛苦都值得的 原来它是种子的打白质 含量很高 可以食用的 在萨尔雅多 会造成一种饮品 拍摄这朵花的时候 都引来很多群众来看 有些人说 我经常经过都记不到这种花 我说是呀 我们生活在这个繁忙的都市 是没有时间停下来 欣赏不同的地方 每次看到这个树挂了些长的葫芦 我说这么有趣 走近一幕 原来是多可爱 行公园除了消闲 其实都可以长知识 隐冬又称为金银花 性寒味金 略有酸味 具有消耳解毒 凉血通经活乐 修炼的作用 广东民间经常卜泡茶 以消耳解毒 制造五花茶其中的一种花 落石又名白花痕 落石又名白花痕 落石的花可提取方香油 痕和叶可入药 入药市就被称为落石痕 三星果藤又叫做果星藤 花裂片呈现声芒状的展开 好像干磨四射的星星 今年木科季热黄梅 又叫做米老鼠树 这个植物 好像有只红耳朵 红胡桑黑鼻子 隔卡通米老鼠的头部 所以深受外花人视力 喜欢去看它 自然界的植物 每一朵花 每一样东西都不会相同 但是它的造型 很漂亮 好像一个瓷心形 我又拍下它 羞球树是属于罕有的品种 已经被收纳在康文处的古树名木策 羞球树高约3至8米 花朵垂在叶松上 花花呈现胭脂红色 花朵陌生成圆球状 远看好像一个红色的涌球 当大家有时间来到洞植物公园的时候 看到这个牌坊 其实是纪念 为香港捐区的人士纪念碑 很多谢它 很多谢大家陪我欣赏不同的植物 同时记得订阅我 谢谢 六条石柱 是以前的冰头花园的入口 现在变成历史建筑物之一 也是公园的镇山之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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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